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再不能够分解成更小单位的物质的时候 这些最小的物质就叫做元素 由两种或者超过两种元素 经化学作用结合而成的物质 就称作化合物 如果将地球上所有物质分解成元素的话 它们的量都各有不同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超过110种元素 我们来看看一些元素的例子 然后想想可以如何分类 而是一体一段时间的 人民质证 优优独播剧场 那么再加上 出品那些地位 继续 有点 手 继续 指 有那么多种元素 很明显可以用形态来分类 有些是固体 有些是液体 也有些是气体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常用的分类法 就是将元素分为金属 和非金属两大类 以形态来说 目前所发现的金属 只有俗称水银的控是液体 而其余所有的金属都是固体 金属元素表面 通常都会带有光泽 可以剪压成薄片 或者拉成线条 将金属加热可以令金属原化变形 甚至在高温的时候溶化成为液体 金属元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 就是所有金属都可以导电 这个仪器可以测试一件物体是否可以导电 如果将两支测试棒接合 仪器就会发出响声 我们可以用这个仪器来测试一些金属 由于所有都发出响声 那就证明金属可以导电 至于非金属元素又有什么特点呢 这些是硫 俗称硫黄 是一种非金属元素 天然的硫在火山区的温泉附近都会见得到 这些是木炭 是由炭元素组成 同样都是非金属元素 和金属相反 它们的表面并没有光泽 而且通常都是很脆 容易被烤碎 所以一般来说 没有人会用非金属元素 来制造首饰和日用品 几乎所有非金属元素都不能够导电 而唯一能够导电的非金属物质 就是石墨 大部分干电池里面的电极 都是用石墨棒制成的 原来石墨和木炭一样 它们都是碳元素 只不过元素粒子排列的方式不同 其实色彩夺木的钻石 都是由碳元素组成 不过钻石里面碳元素粒子的排列方式 和木炭或者石墨都有差异 最后以形态来说 有些非金属元素是固体 例如碳 碳 碳 和硫等 液态的非金属元素 只是有一种 就是臭 而气体非金属元素也有很多 例如 氧 淡 绿 氧 氧 氧 和氧 等 科学家利用不同的英文字母 来代表不同的元素 例如 钙就用了英文名称 Calcium 开头的CA作为代号 有些元素 例如钠的代号 就用了NA 表面看来 和它的英文名称 Sodium没什么关系 原来 NA是由钠的拉丁文名称 Natrium 而来的 原素 原子核的外围 还有一些很小 而带有负电荷的粒子 它们是电子 由于每一个原子里面 都有相同数目的 质子和电子 所以原子里面的 正负电荷数量相等 整个原子就能够保持中性 不带电 又由于电子比质子 或者中子都轻很多 所以一个原子的质量 就差不多集中在原子核那里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比喻 来说明原子的结构 如果原子的大小 好像一个足球场 那原子核 只是占有墙中一粒斗 那么多的空间 而电子 就在球场的其余地方 不同元素的原子 都有不同的构造 例如 轻原子 又有一粒电子 而原子核中 只有一粒质子 而无中子 又例如碳原子 在原子核里面 分别有六粒质子 和六粒中子 而外面也有六粒电子 就是碳原子 有七粒质子 原子的质量 可以用来代表 它是哪一种原子 如果有一个原子里面 只有一粒质子 它就一定是氢原子 有两粒质子的 就一定是氦原子 如此类推 有六粒质子的 就是碳原子 有七粒质子的 就是氮原子 有八粒质子的 就是氧原子 有十七粒质子的 就是六原子 不同的元素 是由不同的原子组成 不过 原子组成的方式 就未必相同 以氢为例 每两个氢原子组成一组 并且组与组之间的距离 比较远 所以是气体 即是氢气 氧 淡 和氯 都是以每两个原子为一组 并且都是气体 金属原素 一般都是由很多原子 以紧密固定位置的方式 排列成一个巨型结构 由于原子排列得非常紧密 因此是固体 其中间的物质 除了有一些是元素之外 有很多都是由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元素 通过化学作用结合而成 它们是化合物 不同的化合物 由不同的元素组成 例如俗称食炎的绿化蠟 是由蠟和绿造成 感谢观看 蠟是一种银色 并带有光泽的金属 蠟是一种元素 虽然它是一种金属 但并不像铁那么坚硬 蠟可以被刀切割分开 如果把蠟放入水 会有很激烈的现象 它会在水的表面走动 放出白烟 由于产生大量热能 蠟会融成圆球形状 最后消失于水中 由于我们的皮肤表面有水分 因此绝对不能用手触摸蠟 另外 空气中含有大量水气 因此在储存蠟的时候 就要用石蠟油覆蓋 以免接触到水分 而发生危险 氯气 是一种黄绿色气体 味道难闻 并且带有毒性 氯是一种元素 由于氯气带有 殺菌功能 因此在食水处理过程中 会加入适量氯气 以确保食水在输送到市民的时候 仍然能够保持在无菌状态 好多泳池也有使用氯气 以令到池水保持卫生 如果将一朵色彩鲜艳的花朵 放入满载氯气的雜气瓶中 花朵的颜色 就会很快消退 既不是蠟 亦不是鹿 而是蠟和鹿结合而得的化合物 绿化蠟 这些绿化蠟 就是我们用来调尾的食盐 这种做清食炎的化合物 绿化蠟 它的性质 与蠟和鹿元素都非常不同 是蠟和鹿经过化学变化 而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物质 蠟和鹿都是危险物质 蠟可以灼伤皮肤 而鹿就带有毒性 但是绿化蠟 不单止没有毒 还可以食用 并且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种 不可缺少的物质 在蠟元素里 蠟元子紧密地排列在一起 所以是一种固体 而每粒鹿分子 由两粒鹿元子组成 在一般的温度和压强下 由于鹿分子和鹿分子之间的距离很远 所以鹿是一种气体 当蠟和鹿进行化学反应的时候 最后就结合成鹿化蠟 这个结构与鹿和鹿都不同 所以就有不同的性质了 这些是金属元素 而雜气瓶里面所载住的 是元素氧 将一小片美金属 放在火焰中加热 直至着火 然后立刻放入氧气中 便会发现有白色耀眼的光芒 和刺热的火焰 一段时间后火焰熄灭 再检查一下集气瓶 里面布满白色粉末 它是尾和氧结合后所得的化合物 氧化尾 尾是金属 能够倒电 氧是一种模式气体 但是 当它们结合后所得出的化合物 氧化尾 既不能够倒电 亦不是气体 而是一种白色的粉末 它的性质 和本来的元素完全不同 是一种新的产物 铁和硫是两种性质很不相同的元素 铁可以被磁铁吸引 而硫就不能够 如果把铁粉和硫黄粉混合在一起 我们仍然可以利用一块磁铁 来把它们分开 但是 如果把铁和硫的混合物封入试管里面 加热一段时间 等待试管冷却之后 再把里面的物质取出 就发现混合物 已经变成一块黑色固体 并且硫黄的黄色消失了 以磁铁试验 也没有被吸引 很明显 这块黑色固体的性质 和组成它的铁元素 和硫元素都完全不同 是一种全新的产物 它就是硫化铁 是铁和硫结合而得的化合物 是绿化铁 吸不单止无毒 并且还是人体所必须的物质 这个由铁和硫结合而得出 性质完全不同的生物质 绿化铁的过程 就叫做化学变化了 在这个化学变化中 铁和硫就叫做反应物 而绿化铁就叫做生成物 在所有的化学变化中 生成物都有别于反应物 生成物的性质 和反应物的性质完全不同 这就是化学变化的特征 铁和硫结合而得出化合物 氧化铁 由于氧化铁的性质 和组成它的元素 铁和硫都完全不同 因此 这个过程也是化学变化 铁和硫是反应物 而氧化铁就是生成物 铁和硫结合而得出化合物 硫化铁也是一个化学变化 铁和硫是反应物 而硫化铁就是生成物 化学变化中 很多时都会有更明显的能量改变 除此之外 化学变化一般都很难逆转 例如将氯化铁变成绿和铁 又或者将氧化铁变成氧和铁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将水加热令到液态水 变成氧化的水蒸气 这个过程又是否一种化学变化呢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液态水和水蒸气 其实都是水 只不过是水粒子之间的距离有所不同 液态水中水粒子之间的距离较小 所以是液态 而水蒸气中水粒子之间的距离较大 所以是气态 但是两者仍然都是水粒 并没有新的物质生成 因此液态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 并不属于化学变化 而是属于物理变化 又例如一只玻璃杯跌落地打碎 虽然玻璃的外貌和形状等完全改变了 但是所有碎片都仍然是玻璃 依然维持玻璃的所有特性 因此 玻璃杯跌落地打碎的过程 只是一个物理变化 而不是化学变化 而不是化学变化 然后是一个物理变化 那么多的可以看一切 在调节圆池里面 宜却是什么 过程 打碎 我们去蒸洁